Hello 大家好 來到8月31日新聞聯播兩項國際 有我的芷晴和大師 《泰晤時報》29日報導 英國首相大業門現任外相卓惠斯計劃向北京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 一旦他成為首相之後 他就說會將中國列為嚴重威脅 地位與俄羅斯相似 正在競選的他保守黨黨魁 下星期一就會有結果 如果他正式成為下任首相 他就說會重數一些外交政策 也會重新啟動去年曾經發表的綜合評估報告 就是列出過去十年 未來十年英國在外交和國防方面的優先次序排列的事項 就會將中國列為非常之嚴重的威脅 我只能說他現在反中是一個議題 反中就是可以拉票的 反中就是可以拉票的 但是我只能這樣說是捉他好運 因為很多年前在一九零幾年的時候 或者十七歲或十八歲的時候 英國的政策叫江榮孤立 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勢力 如果去遠東再搞的話 他們的孤立是不涉及歐洲政治 現在他涉及了 而且他知道遠東勢力是成本太高 雖然他在香港有很多利益 所以他在遠東找了代理人partner 就是找了日本 就是1902年 日英聯盟 就是找日本去分擔他的 在遠東的軍事成本 所以日英聯盟 所以日英聯盟 就是他找了日本支持 尤其是日本適合奪 意思就是說 你當年的時候 就是大英帝國全盛時期的時候 你都知道你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你現在求不答白 你還是搞那麼多事情 我只是覺得我真的 你自求多福 以前大英帝國最近的時候 你都知道你要光榮孤立 你在亞洲遠東地區裡找代理人 你不要跟別人家瘋 搞來搞去自己都搞不定 就是我覺得整件事 就是這樣說 今時今日大英帝國 你在遠東還有什麼利益可言 你去搞中國的話 你有什麼遠東利益可言 你不跟美國 美國遠東有利益可言 因為美國在太平洋 在日本的時候 是直接面對中國的 但是你在東方沒有利益 你在東方沒有接民地的了 你搞什麼鬼啊 你現在我沒有了 你不要跌在地 輸了就輸了 就是不要這樣 你在東方沒有接民地 英國那些領導 你在福克蘭那些還有 你不是想連福克蘭都沒有了 就是這樣的狀況 其實那些人都不太滿意他這樣的 就是 我不知道英國的人是怎樣 我不知道英國的人是怎樣 就是 Boris Johnson 全部你搞什麼鬼 你做美國的狗 就是整件事 你有什麼好處先 你有什麼狗糧先 美國會不會 美國會不會是優先考慮 跟你英國 英美聯盟 然後去 然後去 當你沒有能源的時候 優先廉價給一能源 你才沒有嘛 對嗎 沒錯 整件事是 我覺得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搞什麼 那現在 其實 阿Lise 就是卓偉思和新偉誠 是來到最後一回合的 就是國族 英國手上的寶座 最後一個星期 那 誰對華政策更加強硬呢 亦都是他們的 可能得票的重點 希望 他們希望 那麼多大問題 到最後 我想反中 他們覺得反中得票 反中得到 所能亞得到的票 其實就是美國 控制了他們的票倉 美國控制了他們很多人 整個英國 是完全沒有獨立自主外交的能力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 被人們滲透了 噢 就是你做了一些問題 就是你做一個獨立國家 做到好無妖怪 嗯 好 接著說一下 台灣和美國 美國拜登政府 正式要求國會 批准總金額10億美元 等同 新台幣334億2700萬元的 對台軍售 就是買些軍器 包括60枚的魚叉飛彈 和100枚的響尾蛇飛彈 不知道是什麼 和一份監控雷達的延期合約 協助台灣可以強化自我防衛能力 好像都幾大規模 是 都是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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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做是 他們是會將一些 就是現在想加強台灣防衛能力去犯中 去打 因為現在台灣很明顯 中國 中國的一個軍事實力強很多 它那個軍費是台灣的10倍 10倍12倍之類 所以你沒有辦法可以 你每年多10倍 所以實際上沒有辦法競爭 所以它們要賣多些 乘機收回多些錢 這個是一個長期的戰略來的 現在是很大程度上都是對回一些 就是飛彈或者之類的東西 但是至少這個都是比較好的 至少沒有是賣一些 巷戰的兵器 至少都是一些飛彈才是兵器 都是一些空戰的兵器 所以是 至少是一些戰機用的兵器 所以就比較好些 因為如果你給了巷戰兵器 就是你預計了一個入侵 然後死戰死台灣人 就是死台灣人 大家一直都很擔心這些 很擔心 很擔心就是 原來美國是等中國進去巷戰 進去等逐個打 之後就會死很多人 那如果空前不會死很多人 就是 打那些都是叫做什麼 因為它應該是一些 F16戰機的飛彈 嗯 現在可能會打空戰 是的 好 接著說一下歐盟 會改革電力市場 對抗電價飆升 歐洲天然氣價格飆升 推動電價 推高電價 歐盟說會改革歐洲電力市場 壓低不斷上漲的電價 預計9月9日就會召開這個緊急會議 討論這個能源市場的改革 和高電價應對的一些對策 有什麼方法 我想不到有什麼方法 這個是你沒有能源沒有電的 你沒有辦法 你永遠變不到的 它可以做一個改革 譬如說你希望在五年之內 或者七年之內 或者十年之內改革 接著之後又加強壓電 之類所有的事情 但現在短時間沒有辦法 嗯 可能會將一些延煤的廠 reopen 可能是跌一兩年的時間 核電的話就要變成五六年 但是我相信大家的環保 那些就已經是丟掉了 什麼 大家都是 到這個時候 當生死關頭的時候 就什麼原則都不理 嗯 就是核電就是唯一選項 到最後 因為你沒有了 你已經 所有現在的極端氣候之後 所有的環保發電 所有的太陽能 那當然歐洲 不是太陽能 不是太陽能豐富的國家 那麼 所有綠能都已經是 大家覺得不可靠 嗯 那俄國那個減少供氣的問題 燒了它就是自己 嗯 嗯 確實連你燒了它都不益 嗯 嗯 就是歐洲的國家都受益不了 不會拿到的了 是 那其實你覺得它會不會 設定死一個價 就是可能 譬如令到天然氣 就不會超過某一個價 這樣去定 怎麼設定死一些 可以決定到嗎 它是 它是 如果歐洲的天然氣 去到這麼嚴重 去到這麼嚴重的話 主要是因為它是 是私營的 很多都是 嗯 所以是 就是至少有很多地方私營 如果私營的時候 你的價格就會 波動得很厲害 如果是國營的話 所以那些說 升十倍啊 那些是因為私營的 它是根據你 那個時候有多少人用 去決定的 哦 所以呢 你越多人用的時候 做越什麼 它只是有些時間是 去到十倍而已 不是全部時間都去到十倍的 嗯 但是 是 因為私營是 會令到這件事加劇 所以現在中國就在笑著他們 咦 我們一早都說了 水電要割營的啦 那些電力要割營的啦 現在你是私營 你真的死不死得 嗯 是的 好 接著之後我們又關注一下 伊拉克的情況 那個衝突 那見到其實伊拉克的衝突就增加至30人死亡啦 而他們的集業派的領袖呢 薩德爾呢 退出了政壇觸法的暴力示威 是有緩和的跡象的 因為那些支持者開始撤退啦 那現在軍方呢 也都解除了那個蕭禁令啦 而伊朗就重新重開 和這個伊拉克接壤的邊境的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薩德爾應該是十二派啦 那十二派 伊拉克其實是順利派的 伊朗就是十二派的 那就是 俊尼派 其實伊拉克從來都是順利派 但是因為呢 美國推翻了 俊尼派的 收藏幕啊那些 那些 所以就變成了十二派掌權 那這次呢 大選了 他們獲組成最多數黨 但是一直都組不到國 就是一直都有一些政治問題 令到不可以成立政府 那時候他們說 那我辭職了 那辭職的支持者就出來啦 但是問題 他都算是僱署大 就是 好像特朗普那些支持者出來 然後呢 他就說 他變成暴力啊 那時候就死了很多人啊 那時候大家就不知道怎麼收貨 其實最重要的都是因為 就是 整個大格局 在很大的 最上面的格局來看 就是 中東與小派 美國實力退出了 中東與小派 而伊朗和伊拉克 因為十二派佔了少數 但是伊朗對伊拉克 就漸漸成了 有一個結盟啊所有的跡象 就是本來是世壽來的 但問題就是伊朗大部分 伊拉克大部分人都是順尼派 所以呢 他整個國家就變得很不穩定 他的國家建構還未能夠成功 還未一個真正是很穩定的政府 大家對於十二派和順尼派 那個教派的衝突呢 就大於對於國家的認同 正如在香港來說 大家對於香港和中國的認同 是比不上對於 是民主派和建制派當時的鬥爭 就是民主派後有一些支持 但是最重要都是 本來是美國是一個穩定的支持 就是說我說 順尼派抓飛不就順尼派抓飛 就是順尼派抓飛不就順尼派抓飛 就是順尼派抓飛 就是順尼派抓飛不就順尼派抓飛 本來是這樣的 但是當美國的穩定力量不在的時候 大家就作反了 嗯 其實是一個大環境之中 中東我相信會很亂 反而伊朗反而會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一直都是這樣 沒有經過一個力量撤出的後果 嗯 好 然後我們最後也都說了俄烏戰爭 昨天就出現了一個新的轉捏點 那烏軍就在這個的赫爾 重複地 就展開大反攻 那就是 根據CNN報道 烏軍奪回回四個的城鎮 而澤林斯基都放話 就說勸俄軍快點撤退 你們 不過俄羅斯就對外聲稱 烏克蘭是反攻大失敗的 不過俄軍現在似乎火力開始不足 還大老遠從敘利亞運這些S-300的防空飛彈 送回這個克里米亞 這就是因為他講 伊拉克就是大反攻 因為收了那麼多東西 沒得不大反攻 不大反攻 人家不會再支持你 但是俄羅斯就說 我失了四個村莊 但問題我已經拿回了 所以現在暫時要在 在這個狀況之後 你看出真正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沒什麼可能的 大家都在打嘴炮 大家都在亂取 但是俄羅斯火力不足問題 什麼火力不足呢 他運回一些東西 你也要運過去吧 你火力不足是當地火力不足 不是俄羅斯火力不足 明白嗎 我相信他也要如言不絕 運一些武器過去 俄羅斯火力不足的意思 就是當地火力不足 但是因為俄羅斯的 現在他在用的都是舊的庫船 舊的庫船可以打第三四十大戰 你想想 是足夠打第三四十大戰 那個舊的庫船多到 你是完全不能夠想像的 我相信烏克蘭戰爭 就算打五十年 那些舊的火器 如果不用新的 新的就不夠 如果俄羅斯用舊兵器 完全可以支撐到 至少打五十年 也足夠支撐 不要吹那些 不夠火力用光 新的導彈 那些可能會不足 但傳統武器坦克 或者是槍之類的火炮 那些是用幾十年都可以的 但是烏克蘭究竟慘敗 我想俄羅斯和烏克蘭 大家都不是打得太好 好幸好烏克蘭就是有 好幸烏克蘭就是有西方的幫助 就是有些比較好的武器 而且大家打順了 兩個都打順了 就是打得厲害了 大家都 好 那我們今天的兩岸掛席 先去到這裡 好 多謝 拜拜 拜拜 好 多謝